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大家聽完之後相信會明白 美國是如何利用自身霸權的優勢 以及美國媒體的全球影響力 去抹黑、唱衰、蒙別 被他視為對手甚至是敵人的國家 第一個故事 美國出生的中國女子單人花樣滑冰運動員朱逸 早前她在東奧團體賽上失手 被部分激進網民批評 事件亦被美國媒體大肆算驗 其中美國代理人自由亞洲電台 更加找來一個政治學教授夏明 去點評這個事件 這名美國教授就說 質疑說中國需要你的時候會把你捧到很高 沒用的時候會把你像垃圾一樣扔掉 朱逸再次出戰東奧個人賽 雖然她拿不到獎牌 但據報現場的觀眾熱情地為她獻上了不絕的掌聲 比賽結束之後朱逸亦向觀眾張開雙臂 而且露出甜美的笑容 她時後接受訪問時後強調 不後悔選擇代表中國 亦對美國和中國給她的支持和支援表示感謝 朱逸的泱泱大道 顯得個別的網民 和炒作事件的美國媒體 是非常低下的 那些以媒體自居的美國政府打授 我覺得真的要自殘形惠 第二個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美國炒作俄羅斯 在今天入侵烏克蘭 那最後當然沒有發生這件事了 那其實之前就連烏克蘭本身的總統 澤連斯基呢 也都公開批評西方炒作 誇大 那美國不知道是不是擔心烏克蘭的危機 不夠危險了 那近日還將這件事拉到中國頭上 那美國國防部發言 柯比在記者會說 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暗中支持俄羅斯 令人警惕 更加指責中方 令到歐洲安全局勢更不穩定 那中國外交部發言 隨即回應 說當前形勢 渲染炒作戰爭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呼籲各方本著平等開放的態度 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創作條件 那其實美國為對手邏輯罪名 從來都是不需要證據的 說了就當是真的了 2月初美國其實已經反覆炒了 俄羅斯將會入侵烏克蘭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普萊斯 被質疑根本沒有證據 證明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竟然說相信政府就對了 類似的情況根本就是美國一直以來對付敵人 對付對手的手法 套路就相同 在他們的角度就是行之有效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003年2月5號 時任美國國務卿 鮑威爾就在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發現 直指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 對世界和平帶來立即的威脅 後來證實 大家都知道這段演說內容是假的 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 並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毀滅性軍送的武器 美國行之有的抹黑方程式就是這樣運作 先是用此時而非的情報 抹黑對手 然後美國媒體代理人打手就積極配合 其他美國的附庸國家和媒體相繼加入 將這個謊言不斷散播 當日伊拉克是如此 今天的中國和俄羅斯也是如此 被美國和他們國家的媒體瘋狂地誣衊 成為西方世界口中所謂的邪惡軸心 這類說了就當真的黑文宣 其實香港也遇過的 2019年的反修例暴動期間 什麼太子站打死人 什麼沙嶺公務埋葬著手足 什麼警員打死示威者之後 扔到海變浮屍等等 全部都是預出一切的 其實也是美國代理人常用的招數 其實美國抹黑中國根本已經毫無掩飾可言 美國獨立的新聞網站美國展望 2月9日報道了 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早前已經通過了 目的就是加強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法案 法案當中它的撥款是包括促進 關於中國的負面報道條款 眾議院的版本規定 向美國負責外宣的美國國際媒體署 培訓外國記者的當地媒體 和專案撥款5億美金那麼多 用於為海外受眾製作這些 批評中國的新聞報道 美國國際媒體署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節目經常提到 自由亞洲電台的上級機構 另外參議院的版本也設立了對抗中國影響力基金 要求未來三年撥款15億美金 鼓勵批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報道 第三個故事其實我特別想分享的是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漢的故事 伊姆蘭漢近日接受了美國媒體CNN的訪問 再次被問到新疆種族滅絕的看法 伊姆蘭漢就向CNN的記者說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曾經訪問新疆 印度長期對黑十米爾地區無辜民眾進行種族滅絕 但是外界對此的關心很少 直斥是不公平的 本人翻查了一些資料 今年一月的時候 一間名為Stokes White的英國律師事務所 其實就影響了倫敦大都會警察局戰爭犯罪部門 提交了大量的證據 當中就記錄了印度軍隊酷刑、綁架和謀殺當時的記者和平民 更加直接指控了八個印度高級軍官 涉及印度合十為二的戰爭罪行和酷刑 伊姆蘭漢的回應就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眾所周知印度是美國為了牽制中國而拉攏的盟友 早前更加舉行了第四次美日 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談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在會談前接受了澳洲傳媒的訪問 繼續趁機攻擊中國 事實上是 美國對印度涉嫌種族滅絕的問題 其實是時而不見的 但是對一些未經查證的新疆問題 大力抹黑 在美國媒體的配合下 世紀大謊言就是這樣形成了 綜合以上的資料 大家應該都很明白美國到底在做什麼 都是說一句 所有來自美國官方的資訊 尤其是那些涉及中國的內容 大家都真的必須要神思明辨的 畢竟美國官方和媒體 對中國早有既定的負面立場 加上一些名副其實收錢做打手的媒體 可信性還有多少呢 就說到後面打架了